只有在藍綠的組合很奇特的狀況下 那我覺得柯文哲非常選 其實他那些新聞面對面裡面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邏輯 是藍白可以有合作的和跟和平的和 但是沒有融合的和 他這次一樣是要贏難度很高 但是小局的這個角色沒有問題 就是黃珊珊是一個最低標基本款 他強調是說黃珊珊那個那個同質 跟他同質性太高 所以沒有辦法擴展更多的選票 所以他說如果有辦法選擇的話 他先開出那四個條件 越接近越好 就他們有說一定要四個都達成 我真心覺得做不到 柯文哲不要覺得自己開出來條件都可以達成 南部女性企業家財經根本達不到 我還是這樣覺得 柯文哲真正最好的機會在2019年 當他沒有走下四幅樓梯 跟他的好友跟他媽去登記總統參選的時候 他最好的時間點就已經過去了 沒有啦 他這次 他這次 一樣是一個比較 就是說要贏難度很高 但是 角局的這個角色沒有問題 相對於 侯友宜跟賴清德 柯文哲是一個比較有政治哲學思想的人 因為他很聰明 他目前他也知道他 以他的實力不足以當選 所以他 我跟你講他的佈局一定是等到三四五六月 正式登記是十一月登記 通常大家都拖到最後一天了 對所以 如果按照上一次的邏輯是十一月初登記 所以柯文哲在十一月初都還有反悔的機會 所以要不要選他不急著翻牌 他可以一直用要選的角色往前走 你們有沒有人要來跟我談 其實他那些新聞面對面裡面講了一個很重要邏輯是 藍白可以和 可以有合作的和跟和平的和 但是沒有融合的和 也就是說民眾黨不可以被消滅 也就是不會有國親合作模式的合作模式 的確他當哲學家很不錯 他當評論家也很不錯 他當分析師也很不錯 但是千錯萬錯就是不該當政治家 政治家是要做事解決問題 而且要籠落人心 那你今天柯文哲在不能籠落人心的前提之下 你要獲得投票最大公約數 這個就是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 會有很多人喜歡他 可是很多人不足以贏得選舉 我們講喔 政治人物的一個思維 因為他講說他是一個台大外科醫師 那種工具理性 那就是我以解決我眼前的問題為最主要的行動模式 可是台灣傳統政治人物不會是 只解決那個政治的問題 那我覺得柯文哲有個好處是 我覺得他最後那句話 他賣了一個關子就是說 謝政筒最後就說 那你有沒有機會做副手 他說如果對台灣比較好的話 他都有可能 我的意思就是說柯文哲今天 他是這藍綠以外最能吸納所謂非藍非綠選票的人 但目前的板塊他還不足以壓制藍綠 只有在藍綠的組合很奇特的狀況下 才會出現 超過大家想像 比如說朱立倫跟蘇貞昌 那我覺得柯文哲會當選 如果柯文哲最後選擇願意跟藍軍合作 不管是什麼樣的合作模式 我認為都會對綠軍造成極大壓力 對啊 可是相對的如果今天柯文哲參選到底 是藍綠都會承受這個壓力 因為他們會不知道這群票 最後可能就比同文 誰的同文很厚 那我以目前在對岸的壓力的趨勢下面 我認為這個綠軍不見得會數